台中有一位劉盛報案說我們想去當中雞刀主的詐騙 京方提議接詐騙集團站在市場電圍後 成功作動這件詐騙 不過想不到當中今晚的影像 所讓詐騙集團後來再拿去做詐騙的功課 王源未始限於確信遭到詐騙 代為接通視訊 因而遭到詐騙集團截圖 後製為詐騙訊息於賴群組中 不法傳播使用 京方出面報告說這位京原 是去讓詐騙集團淘汰他的影像 去做望路基督主的詐騙功課 僅是要跟他報告 京方表示這種行為 除了沈返到小上款也去返到個主法 他們的生立專案小組來對詐 也提出賓獎千萬就不受騙